男人将一只黑猫高高举起 然后突然松手 奇怪的是 猫咪不管以什么角度落下 都会脚先着地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原理 男人展开了疯狂的实验 根据牛顿引力学 他觉得如果一个物体总是以相同的面朝下 那么一定有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事物从存在起 都有它的对立面 于是男人开始疯狂计算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面包和奶油 如果将奶油均匀地抹在面包之上 那么面包就会和猫一样 每次掉落都会以相同的一面朝下 经过无数次尝试之后 男人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 于是一个足以颠覆世界的想法在大脑中产生 只见他拿出一卷胶带 将面包和猫咪紧紧绑在一起 然后高高举起 随着他手一松 在猫咪和面包的相互作用下 他们竟然在空中飞速旋转起来 原来这就是打开涌动机的密码 看着眼前的伟大杰作 男人激动地差点哭了出来 他从没有想过 自己居然能够破解这一世纪难题 接着男人小心地将涌动机塞进发电装置 整个屋子的灯瞬间亮了起来 风扇也随之转动 用动机的能源用之不解 很快就将电力紧缺的小阵路灯点燃 家家户户也全都供上了点 然而这一枚好的一切 都归功于一个男人的善举